Hello大家好,我是恒恒斩神 我们这期的视频也是一期非常有用的干货视频 我会教大家千呼万唤使出来的Figma Auto Layout 或者说叫做自动布局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功能的话 一定要赶紧收藏赶紧看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功能的话 也可以复习一下 并且可以掌握一下Figma自动布局的精髓 我最近在看弹幕 有同学说我读自己名字的读法 很像某一个地区的口音 那我在这里更正一下 我名字的官方读法是恒恒斩神 第一个字呢是吊神 第二个字呢是轻神 恒恒斩神 好的 那最近呢有很多同学问我 如果不是应届生 能不能转到这个UX 比如说已经在某个行业工作好几年 是不是转到UX比登天还难 那我在这里呢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 这个是完全可行的 那在我的学生里面呢 就有很多不是应届生 并且成功转到交互设计领域的同学 大家看我之前的offer采访视频 可能会发现这个应届生比较多 那我在下期呢 我邀请了一位非应届生的学生来进行采访 他呢刚刚找到了交互设计领域的工作 并且呢他已经在这个建筑行业工作了两年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经历 我做这个视频的主要的目的呢 也是希望给大家信心告诉大家 这是一条完全可行的道路 你呢如果想转到这个方向 不要再一开始就给自己打退堂鼓 如果你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看到这个视频的末尾 并且预约哦 好的那我们赶紧进入我们的非常有用的干货 非常非常有意思 好的那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界面是一个icon和一个文字 我呢现在是想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按钮 以前的做法呢基本上就是画一个矩形 然后把它给框起来 然后给这个矩形加点颜色 然后在这个矩形上面画一点这个icon或者文字 就是这是一个按钮了 那现在呢Figma Auto Layout可以非常非常的智能 我觉得Figma Auto Layout的精髓就是responsive 也就是响应式 如果大家在学Figma之前学过一些前端 或者说有一些前端代码的经验的话 你掌握这个Auto Layout呢会非常非常的快 大家可以看我选中这个 然后我选中这个 在右边就会有一个Auto Layout 然后我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它就会 其实它就在左边就自动给你加了一个frame 然后大家可以看左边这个icon是长成这样的 大家如果以后看到这样的icon就知道这是啥了 那现在它现在是处于这种非常奇怪的情况 那比如说我现在给它加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然后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窗口 有这个竖直有水平 它现在是水平排列的 你们现在可能还会有一点觉得奇怪 那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改变这个数值 你就会发现 它是不是像有点像自动加padding 那在前端呢有一个专门的语言叫做padding 也就是它旁边这个空白区 那我们现在设计button 其实很多的时候都需要在这个周边加上空白区 那现在这样就可以自动加padding 我在这边比如说给它加一个这个倒角 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8 你看它现在是不是就像一个button 但是现在是不是长得还有点奇怪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改这个对齐 我们在这个右边有一个很奇怪的这边 我们把它给所有东西都居中对齐 你就发现它对齐的非常准确 都是相对于这个frame来说的 我们的frame其实功能非常非常的强大 那我们这个autolail有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功能 比如说当我想改变这个文字的长度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外面的框框 它会自动根据我这个文字的长度来改变它的大小 比如说我把这个文字长度变成这样 它这个框框就自动变长了有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 好的 那现在比如说我假设 我已经画了一个框框了 而且我给它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看渐变色 然后它现在呢就是一个frame的情况 一个frame再是 然后一个这个一个like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我可以直接选中这个frame 我就autolayout 或者我按shift加a 它会自动识别 把这个外面的框框识别成你的这个autolayout的框框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加一个矩形 然后自己设计它的颜色 然后它这样非常智能 它就可以把它识别成一个autolayout的外面的这个frame 那现在它对齐呢它会稍微有一点变化 那我可以给它居中对齐 你可以看到现在它这个样子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你想改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宽度啊 你就可以在这边改 你可以看到它是水平排列对吧 水平排列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就突然想复制这个like 你可以看它会自动检索到左右 而且它会自动帮你排列成水平排列 甚至它会自动改这个外面的这个框框 我无论加多少个这个 它都会不断的加上去把我这个按钮给变大 这是不是很神奇 然后假设我现在想改变这个按钮中间的这个空格的这个大小 我就直接改这个中间叫做spacing 然后比如说我想改这个外边缘的padding 我直接在这边改也可以 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些复杂的东西 我现在呢创建了一个to-do list 它是一个frame 然后左边是一个框框 右边是一个就比如说我想买的东西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也想用这个out-to-layout来创建一个购物清单 购物清单 我们可以把这个变得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3630号 然后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 好现在呢我就想列一个购物清单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out-to-layout 我该怎么弄呢 我其实直接我按这个购物清单本身 我按住shift-a 它就直接你看左边它自动给它加了一个frame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这个out-to-layout呢 我把它拉进去 你会发现它就这样就横着拍了 但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想横着拍 我是想竖着拍 我就把它这样改 这个时候呢我把这个购物清单给放上去 你看它会自动检索 这个购物清单 购物清单不只有一个东西对吧 购物清单它会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需要复制很多的这个东西来 那我直接就按住out键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会自动检索 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想要改它的中间的这个padding啊 或者是这个旁边 甚至我可以给它加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给它加一个背景 是白色 然后我给它加一个这个比较可爱的导角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想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个购物清单 我现在都不可能是鸡蛋嘛 可能一个是鸡蛋 一个是西红柿 西红柿 比如说牛奶 一个是青椒 好 大概是这样的 你看我现在我可以改它的padding 你看现在这个西红柿已经有点长了 但是比如说 当这个购物清单里面有一个东西非常长的时候 想变成西红柿炒鸡蛋里面的西红柿 就这个西红柿它这个质向比较高远 它想变成西红柿炒鸡蛋里面的西红柿 那有会发现这个购物清单里面 这个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包裹住这个里面这个东西对吧 然后我们平时的做法呢可能就是你把这个外面的东西给放大 但是这样子就不够智能了 为了凸显我们的智能我想让它自动放大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个步骤 现在我们的这些群组在这里面它相对于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outlayout 但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它下集有两个 我希望它这个下集相对于这个也是一个outlayout 大家可以看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 当我把这个东西它变成一个outlayout之后 你会发现 它可以自动识别了 就是它这里面的 它这个框框 它就会变成它一个相当于可以自动识别 就是自动填满这个文字的这个功能 觉得自己很方 但其实很圆的鸡蛋 你看这个时候它自己并不知道它自己身处于这个 一个非常智能的frame里面 那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frame它变得很智能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为什么会这个不认识外面的这个东西呢 那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字 它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框框 那你要让它怎么样觉得它自己属于这个框框 其实我现在我上节课跟大家讲了 这个click content 它其实是已经在这个frame之外了 但是我希望它认识到它自己是属于一个智能的这个frame的 你要把这个frame变成一个智能的frame 其实就是把它变成一个outlayout 其实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自动布局 那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东西按住shift a 它现在就可以自动识别自己很长了对吧 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很方便 觉得自己快要搜掉的牛奶 想要跑到你碗里 垃死你的青椒 我们把这个东西也按住shift a 它又智能了 把这个东西也按住shift a 它也智能了 是不是觉得很方便 然后你可以看 非常非常方便 那我在这里呢 比如说我想要修改它的这个 我想要修改它的这个spacing也非常的方便 我想要修改这个外面的这个轮廓也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当你去把这个东西无论是放到一个网站上 还是放到一个手机app上 它都会自动的识别你这个宽度是多少 然后对对着做相应的调整 好大家可以可能觉得这里面的这个对齐还是有点奇怪 我们因为它变成这种这种自动布局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对齐它会乱掉 我们把它变成这个居中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非常非常的中间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想把这两个东西它变成次一级的to do list 一般的做法呢 就是我要把它往右移 但现在呢 你发现移不了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在处于一个智能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可以用到这个功能 我们把左边的spacing变大 比如说变成30 或者说变成40 你看这样子它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智能 无论你这个宽度是多大 它都会跟着你的这个自动布局做相应的改变 这个是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 大家注意这个大的frame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智能的frame 这个小的frame呢是一个小的智能的frame 你看我在这个小的frame里面选择这个文字 在这边有一个resizing 这个size当我选择fill container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但是假设我不选fill container 我选择的是fixed width 你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它并不会这样wrap过来 因为这个fixed width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宽度 它只会永远保持同样的宽度 并不会跟着你外面的框框进行一个responsive 也就是响应式的回答 所以这个才是导致文字会弯过来的原因 我们要在这里面选择fill container 那大家到这里有没有看懂呢 看懂的同学呢请扣1 没有看懂的同学呢 你需要再理解的话呢 你可以扣2 一开始你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绕 但是其实最根本的理解方法呢 就是你要把这个outlayout 就是外面有一个outlayout 里面也有一个outlayout content real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人对吧 可以改成这个 这个呢我们改这个 这个呢我们改这个 这样子的话 好我们现在先把它乱排 好这样我就会有很多很多人 然后我可以全部把它给选中 然后按住shift a 它会变成outlayout 而且它会自动帮你排好 排得非常非常整齐 画一对吧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换人 然后换人的时候 它也不会帮你变乱 它就会帮你变得非常非常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右边这个排列 你右边这个排列 你看点击这个东西 然后它会有这个左对齐 中上对齐 右上对齐 它这个对齐其实是 它这个frame里面的东西 也就是里面这些小的children 相对于这个frame的位置 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那我希望它现在是 完全居中对齐的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个下面 有一个下来的菜单 它现在是packed 我现在把它改成space between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现在拉里面的人 他现在就可以claps了 就是他可以把它堆叠起来 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很 就有点像是我之前那个app里那个效果 另一效果就是我想做成这样子 但那个时候呢 是我手动做的 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更智能了 我知道可以怎么样智能的去做这个claps 那也是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呢比如说我可以自动调节 我觉得它折截到什么角度会比较好 这个都是我自己去可以调节的 那这也是一种智能的玩法 那上一节的教程呢 我跟大家展示了这个页面 它的水平滑动和数值滑动是怎么做的 那我今天呢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样智能的排列这个水平的东西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给复制过来 Ctrl C 然后在这里 点这个Ctrl V就可以 我们呢现在只需要一个这个东西 不需要很多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clip content给去掉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给去掉 好现在只剩下一个这个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frame以外 然后把这个frame也去掉 然后只留这个群组 现在只留这个群组了 我们现在做一步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把它变成一个order layout 你看它直接会把我这个背景变成一个order layout 现在你去看这里面的东西 还是不是很智能 你看里面这些东西它没有跟着我的这个东西自己变 我们现在做几个步骤 首先呢我把它这样竖直 然后把它稍微排的轻松一点 然后这里呢你看它是mixed 你把它点开来看 你看它上下左右 它的这个spacing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我把它的spacing改成统一的 比如说15 那这样子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的状态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的东西 它还是这种不太变 就是它不会跟着我的这个外面frame来变 是因为你看它这里的resizing是hard content 我们要设成什么呢 fill container 好 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设成fill container 接着呢我们把它所有东西还是左对起 我们这个还是左对起你可以看现在 它是不是就智能了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现在呢我想给这个东西呢加一个close button 关闭的这个按钮 我现在已经画在这边了 这东西我们把它复制一个过来 我们把它放到这儿来 你看我现在自动放它就会自动的 无论我放在哪儿它都会自动帮我排成这个样子 但这个样子呢其实并不是我想把它排的样子 我是想把这个东西放在右边对吧 那好我现在做一步就是我把这个东西跟这个lung cancer这个标题 把它统一成一个元素 然后跟这三个其他元素并列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左边我们把这个关掉 现在在左边它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 就这几个东西它都是并列的结构 好怎么样把它它和它想成是一个element呢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选中 然后按住shift a 它现在就变成一个element了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水平排列 你看我现在其实就我就把它统一了 当时是数值排列 现在是水平排列 然后现在呢我把这个东西我往 我往右 好 你可以看它现在就长得非常奇怪 而且是这样的 那这个东西 这个的frame为什么这么长呢 我不希望它是这么长的 我希望它也是那种自动识别宽度 自动识别宽度是什么呀 我们再来记一下就是fuel content 那我们把它改成fuel container 诶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不在这个里面呢 而在这个外面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你看它对齐的方式还是packed 我们把它改成g中 先把它改成g中之后 我们再把它改成space between space between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这里已经演示过了 其实就是它会把你所有的元素分布 就是把它分布满 这个整个宽度 那我们当时我们 我们把这里改成这个fuel container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宽度就已经是根据 这个外面的这个框框而改变的了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 直观的这个观察方法 来观察这个frame 我们就给它加一个颜色就可以 比如说给它加一个红色 你就会看到它这个框框 是跟着我这个蓝色的这个frame 来自动修改的 那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fuel 我就把这个给去掉 那当时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东西这个long cancer 当我滑动这个的时候 它还是在这儿并没有很智能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个long cancer这个东西 把这个把这个元素的宽度 也改成fuel container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完全就智能了 是不是 这样就非常非常方便 那现在呢 我在跟大家演示一个fuel content 非常非常有用的地方 假设我现在要做好多个这样的element 就是我上节课给大家演示的 就排列对吧 我先复制一个 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呢 我把它颜色稍微的修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这个霉红色 然后这个呢 我把它反正就是同样的概念 把它改成这个 这个可能有点浅 大家一定要注意对比度哦 当你做这种有彩色的东西的时候 对比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 我现在就把这三个全部选中 然后我按住shift a 好 现在就相当于它这个外面东西的智能 你看当我去调整这个外面东西的这个时候 它这里面东西并没有跟着我调整 那是不是不够智能呀 其实没有 它现在还是一种智能状 你可以通过调整它的space 然后调整这个padding来展现它智能的一方面 但是现在你看我外面的这个东西 你看这里还是fixed width 记住它这个fixed width 永远是相对于你照在外面的这个frame来说的 所以我现在我要把它变成fuel container 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变成fuel container 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变成fuel container 好这样子 你看当我来移动最外面的这个 它是不是特别特别智能 感觉整个这个框框都活起来了 对吧 你看我现在还可以调整这个外面的大小 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你的文字会溢出了 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你里面会有多出来的字 然后那些文字就排得很不整齐呀 所有的这些呢都可以用电脑来帮你解决 你就不需要手动去修改了 这个就是它智能的地方 我刚刚用那种方法呢 就是这个关闭的按钮呢 它永远不可能在这个右上角 那我比如说当我希望它在这个右上角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 我们把这个旁边的关掉哈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 我们现在不需要外面那个frame了 现在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比如说当你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 你应该怎么样让这个东西永远锁定在你的右上角呢 其实我现在就创建一个frame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把它放到这个frame上面 然后按住空格 我们可以保证它现在是处于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的 那现在比如说当你改变这个frame的这个 大小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已经锁定在这个右上角 这是为啥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constraint设成了 锁定在右上角 这个不熟的话大家可以去熟悉一下 好 我现在呢 我就是做一步 我把这个整个这个frame 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 我可以先检查一下 现在这个outlayout它是处于这种垂直的状态 然后它帮我垂直排列对吧 那我可以想象一下 当我把这个东西放上去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把它放上去 我发现它没有帮我自动检测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动的把它给移到这个上面 你看 它会自动的识别 然后我把它往上放的时候 它就往上放 然后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我现在希望它这个是自动识别宽度 自动识别宽度是什么呀 再重复一次 它就自动的到这上面了 然后当我移动的时候 它是长成这样的 那这个明显不是我想要的一种情况 我想要的就是它在最最右上角 那这个是怎么达到的呢 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个东西 它有padding 也就是它旁边会有这个space 这个空间 当我们把这个padding都改成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就到最最后上角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这样又会导致我们这些东西的spacing就没了 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一种情况 那现在呢有一种非常非常有用的方法呢 可以教给大家 那我们是一定要需要保证这个外面的这一层 它的spacing是零的 不然的话它永远会处于这种 在这个里面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外面设成零 然后我们其实只要把这下面东西单独弄出来 shift A 自己创建一个自己的smart layout就可以了 它变成smart layout的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个 fuel container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padding呢 设成我们想要的一些padding 比如说刚刚是15 我们就把它设成15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 这个空缺是什么 这个空缺就是因为这里有spacing 下面这个元素 我可以把它改成一个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长着什么样的 它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空间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的这个空间改成25 你会发现中间多了一段空隙 但其实这段空隙呢 就刚刚那个很奇怪的space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红的东西给去掉之后 你会发现这一段会变得很长 但是下面的并没有改变 因为下面它其实它是另外一个整体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呢 先改成0 好 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你可以写一个标题啊什么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就是想有这个 但是我不想有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frame的这个高度呢 改成0.001 所以会消失了 是不是很方便 然后接着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也需要把这里面的这个文字 全都改成fill container 这样子的话 当我们去移动这个外面的这个frame之后 它就会产生这种比较聪明的情况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内容有一点多 我们看视频的宗旨呢 并不是说你看完这视频就完了 光看是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把我交易你的这些东西 自己从头做一遍 甚至你可以把它活学活用 用到你自己 现在正在设计的app 这样你才能真正掌握这个autolayout的精髓 如果你用飞个码 还没有用autolayout的话 你就落伍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呢 是一期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offer采访视频 内容也是非常非常优秀 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探讨 到底怎么样才能从这个 不是应届生的状态 转到这个UX的领域 希望大家可以预约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有学到新的东西的话 一定不能忘了三菱哦 拜拜 我是横岩战神 我们下期再见